大家好,今天呢 做room tour 因為我的房間裝修了 所以想帶大家看一下 我的裝修 裡面裝修的情況 我現在進去了 首先呢 我的所有 長的顏色 變成 天空藍 天藍色 還有一個櫃 超大的,因為太大了 所以 怎麼說呢 可能拍不完 要等一會 又這樣 是貼到天花板 然後用到我的床 其實我覺得 那個櫃 暫時放著 因為 我太多東西了 所以先放在頂著櫃 那我的床呢 是起高了 有六個櫃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會突出一段 就是 給我放東西 或者放一些東西 下去 就是放一些東西 放公仔 這樣 那我現在 其實暫時的東西都是空的 我只是放了部分東西回來 因為有些東西就在舊屋裡 這樣 也都是 一個整大棟書櫃 那又是六個櫃 這樣 那 那 我主要都是放一些 Figure 公仔 那 那 那個 那 寬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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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那 那 就 那 那麼 下面 下面會放一些第三褲 第三褲我就不送給大家看 至於這邊 因為很多衣服都已經在舊屋 所以就還沒放完 我稍後會再更新一個 room tour 給你們看 簡單來說 我覺得 收納的地方是多了 但空間好像小了一點 但也不要緊 最主要是沒有收到我的 最想收納的地方 最想多收納 這樣就已經好了 然後 這個簡單room tour 這個是我生衣 之前買那個 那其實呢 我今次的家室設計 是我給一點點意見 我只是 跟家人說我要多收納空間 所以我是很多櫃 很多櫃 這個全部都放了我的書 公仔 是不是有點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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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 會喜歡我這個 新的room tour 我明天會再更新 如果把東西放回收到櫃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拜拜